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25号上午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 26号连战又将会晤去年底刚卸下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 正值中共两会召开前夕中共高层异常繁忙的时期 连战在这个时间赴大陆访问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下面随本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述权威消息说 连战这次访问大陆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动邀约 并不是透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共平台 而且访问团有哪些成员参加也由连战方面全权处理 以显示对连战的尊重 连战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访问团成员 涵盖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武党联盟 还包括宗教领袖和工商界领袖等近40人 习近平为什么在两会召开之前提出这样的邀请呢 有台湾媒体认为这次的邀访是习近平对台抛出善意 可能开启两岸关系的新时代 不过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认为 这次邀访中共统战的含义更大 连战此行定调走春访救 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李嘉飞22号也说 总统马英九对连战这次访问中国大陆 没有托付特定任务 连战选总统失败以后 任着服役的政客 他就经常跑中国大陆 就借助这个中国大陆的优势 因为中国的统战 他会与台湾才有点影响力 对的话他在台湾就已经就破气了 连战有这个需要了 哪怕中国大陆要统战台湾 也就这种人就挺好用的 连战在2005年4月 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访问大陆 在同年8月卸任国民党主席 之后以荣誉主席的身份 数次访问大陆 在中国的历史上 比如过去的总书记 跟现在的总书记 他地位相差不多 但是美国不一样 美国总统一退下去以后 他什么也不是了 他就是普通公民 所以这点是中美的政治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 所以中共就拿这个东西来蒙骗中国的老百姓 因为连战就是台湾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实际上他不是 反正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台湾人 3月5号 中共人大和政协两会将正式召开 追溯政协会议的历史 开始于抗战胜利前夕 国共两党为了建国而进行了谈判 中共夺取政权后 1954年 政治协商会议的立法功能过渡给全国人大 从此 政协成为统一战线组织 而统一战线这个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共对台湾战略的指导纲领 中国人大和政协商会议的 中国人大和政协商会议的